今儿我拿三件东西 这一方大印 观印 这字不好认 一会儿又教你怎么认 这儿呢 两份钱 一份是你不认得的 或者你不使用的 没见过的 银定 什么时候的呢 明朝的 明朝家境年间的 我们再看这个 银元 这你熟悉 我告诉你 这个你也不熟悉 这比你常见的银元厚 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钱币 那么为什么把 两个钱和一个印章搁在一起呢 跟张献忠有关 我们最近看到新闻 张献忠陈寅帝呢 这个盗挖案或者是盗捞案 告破 有关张献忠的宝物呢 他本来是个民间传说 证实里并没有记载 可是你一去四川地区 只要你跟人家聊天 聊大发了 就有人说 你提到张献忠 一定有人说 哎呀 他有一堆宝物啊 他有多少船多少船 上千条船的宝物 全部就沉在这江里 过去我们都认为 这就是一野史 就是一老百姓 兢兢乐道的八卦 但是没想到 三百七十年后 这传说就变成了个事实 我们先了解一下 张献忠这人啊 这人呢 在名史中是有宰的 张献忠跟李自成呢 是童年生人 那就是说他们俩一边大 但是他读过几年书 崇真呢 三年 1630年 这个张献忠呢 积极响应王家印的 这个反名的号召 在弥指啊 陕西弥指旗 四号八大王 王家印呢 这个命运不好 后来死了 死了以后呢 张献忠就跟李自成 一块归附了高盈祥 高盈祥最初就称为闯王 我们不要以为 李自成是个闯王 李自成是成为闯王是后来的事 最初高盈祥就是闯王 那他手下有两个闯将 这两个闯将是谁呢 但是他闹拜后就一股力量变成两股 那各自的力量都有削弱 那么一个人就盘踞在黄河流域 这就是这个李自成 另一个人呢 就张献忠呢 就盘踞在长江流域 一人守着一条大河 李自成啊 进京称帝以后 张献忠呢 就不愤呢 不愤呢 就自个儿在成都呢 也称帝 这俩人呢 一北一南 北边这叫大顺 南边这叫大西 他其实是西南嘛 他各自为政 这两个政权 在中国的政史当中啊 基本上都不认啊 我们学历史的时候会提到 但是在政史中基本上都不认 明朝末年的时候呢 最初有三支力量 都想统一中国 干掉明朝啊 这三支力量是谁呢 是东北的满清啊 残余的这个南明 再有就是这个张献忠和李自成 但是他们俩一掰呢 就掰出了四支力量 所以当时有史学家就认为 有四支政治力量 是可能统一中国的 当时比较起来 满清的力量比较弱 所以有很多学者就认为呢 最没有能力 最不该统一中国的 反而是满清啊 就觉得首先是兵力不足 另外呢 入关时候呢 他有强大的文化抵触 因为他毕竟不是汉文化 遇到汉文化的强大抵触呢 他在统一中国 或者说他拿下政权 他非常费力气 所以最终 由学者认为最不可能统一中国的满清 他反而统一了中国 李自成在北京称帝 不足四十天吧 就是四十天上下 失败了 我们知道进城以后烧杀略强 那么李自成进京是1644年 贾深年 明王是亡于1644年 到1944年 这时候正好是抗战的后期 我们马上就要胜利了 在这个时期 郭沫若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 叫贾深三百年纪 登在当时的新华日报上 连续刊载了四天 那么毛主席就对文章特别重视 就说我们未来要进城的 所以一定要记住明王的教训 要记住李自成的教训 这个我们今天说话中 经常有时候说 这人说张家长李家短 这个俗语据说就是跟张献忠有关 张献忠当年治理成都的时候 就是派兵巡逻巡逝 大街小巷来往巡查 当时呢据说有两口子呢 在这个城墙边呢 搭了个草棚居住 过去人的居住的环境 没有现在这么好 现在棚户区都比那时候那草棚居住好 所以一到晚上说话声都听得见 这两口子这男子喝了酒以后呢 东一季西一季就没完没了的说 这个妻子呢就听着比较厌烦 上来就开骂 就说你深更半夜的 你这还张家长李家短的 说个不停你说什么呢 谁知这夫妻的这段对话呢 被这个巡逻的这个兵丁就听见了 听见了以后呢 有点不知前因后果 直接就把这俩人给薅着 就给抓进官府 抓进官府以后呢 这张献忠就听汇报啊 听你汇报说什么呢 说他们都说什么呢 然后他说他们说啊 说张家长李家短 这张献忠听完了你就 就特高兴哈哈大笑 这全是好话呀 这说的是我呀 是说我家长李家短吗 他不是张家长李家短吗 李家就是李自成他们家吗 说这是我家圣李自成的之衬 衬女 我们过去老说一语成衬 这是跟算命差不多 说这人是个良民 发赏释放 直接就把这人给放了 于是啊 这个俗语张家长李家短 这句白话呢 就流传到至今 那么这种传说啊 在民间非常多 比如张献忠的宝物 就是我们最近这个新闻 设计的这些宝物 成都民间啊 一直流传的一句民谣 这民谣叫什么呢 叫石牛对石骨 银子万万五 就是说这石头的牛 跟石骨对上了以后呢 说银子万万五 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有很多银子 相传呢 清兵入关的时候 四川境内呢 就是连年混战啊 四川这个地方很有意思 就是它是一个盆地 是西南地区最富饶的地方 历史上战争很难波及到这儿 但是一旦波及到这儿 都非常惨烈 比如当年蒙古人 打过去的时候 就非常惨烈 那么清兵入关以后呢 打到四川啊 四川就连年混战 张献忠呢 就不得不退出成功 那么民谣说的这段事呢 就是张献忠啊 兵派退出的时候呢 把大西军的啊 就是大西国的金银财宝 给密藏起来 为什么要密藏起来呢 这个留的青山在 不怕没柴受啊 一定把这些财产 就是这些这个银两 收起来 因为带着非常不方便 我们今天啊 这个带着钱财非常方便 为什么你钱财是个数据 你手机里啊 随时可以转移你的财产 当时不行 所有的东西都是明着的 你的金银财宝 你必须随身携带 那如果多了以后 就非常不方便 所以当时的大西国啊 就是大西军呢 为了将来还能够找到啊 不因久远 历史久远 给迷失 他就设计了这样一个 所谓的叫石牛对尸骨 作为藏宝记号 那么究竟这个石牛和对尸骨 究竟怎么对 是这个脸对着呢 还是侧身对着 还是有角度呢 谁都不知道 只是知道有这么一句名言 过去啊 在水下藏东西 一定要有坐标 今天不需要啊 今天有全球定位系统 你往水里扔 只要一按全球定位系统 下回你来一找准能找着 但过去不是这样 过去有人藏东西往水里藏 尤其琥珀 因为琥珀里藏东西比 河流里藏稳定 琥珀里水不怎么流吗 到哪下去的时候 一定要看左右两个坐标 一个交叉点 如果找到这个地方 就能找到你藏东西的这个 这个位置 那么石牛对石骨肯定是位置 但这个位置究竟是在哪呢 后来就不清楚 这句名言呢 就导致后来四川地区 尤其成都地区的这个老百姓 津津乐道 就都希望找到大西国的这个神秘宝藏 那么当时张献忠呢 携带千传啊 传说中千传的金银珠宝 从这个成都呢 顺水就南下了 那么到了这个四川的彭山县江口镇呢 他有个地方叫老虎滩 这一带呢 就遭到了川西官僚这个洋展的突袭 就是别人打他来了 一部分或者大部分的金银财宝呢 就是随着船队直接就沉了 当时沉呢 可能是临时的一种应急措施啊 就为了我反正不能让你夺去 我先沉了 将来有机会 我们这个还能捞回来 那么根据现有的资料显示呢 张献忠呢 就是被刘健啊 古书上讲刘史 就刘健 命中啊 命中以后就丧生 但是呢 究竟是不是这么丧生呢 也不清楚 有人认为他可能也是得病而死的 但是不管怎么着 他是死了 张献忠死了以后呢 他的部队就防止他的这个尸体的被清军发现啊 过去人对尸体特别重视 所以就将他呢葬于了凤凰山 找个隐秘处把他葬了 但是后来还是被清军搜出来了 搜出来 为什么要搜出来 要解气 要解恨 清军呢 就在成都将其尸体呢 斩首 我们今天好像觉得 这人死了 你斩他有什么意义 当然有意义 他是精神胜利法 所以过去古代路师啊 就是鞭打这个尸体呢 就是一种很残酷的刑法 所以今天还是可以确认啊 就是四川的凤凰山呢 是张献忠的这个 就是归老的地方吧 就是他死的地方 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四川的有 比如有西冲县 还有南冲县 你一听西南 这都是位置 西中县凤凰山呢 就有张献忠的墓 这个墓里呢 我想应该不是张献忠的尸骨了 也可能是 这个咱就不是只能推测了 那么不管他是有没有他的尸体 那至少是他的一贯种 一贯种过去就是在古代呢 如果一个人死了没有尸体 比如这个尸体根本就没有回来 家里人都认为他肯定是死了 那就给他做一个一贯种 或者说尸体经过各种啊 各种可能 比如就像刚才说的 你的尸体已经被鞭尸了 被这个 这个 后人啊 这个给肢解了 所以可能就是 只好做一个一贯种 来纪念这个过去的人 那么张献忠呢 去世以后呢 有关陈 他的这个陈银帝啊 就是他在哪儿把这个银子呈现去呢 这故事就 就一下就风靡 就流传 由于这个传说的存在呢 很多人啊 很多百姓都很希望去盗绝 他跟盗墓有点不同 盗墓呢 它是个位置 就这墓葬里到底有什么 不知道 有的墓葬 因为历史上有很多大墓葬 反复被盗绝 你飞进巴拉的 把它挖住 一看里头什么都没有 但是这个直接是银子 清政府当时还组织官兵啊 直接就去打捞 到那个位置去打捞 据说一共打捞出金银呢 就大概有三万余两 后来就因为水太急也就算了 民国政府的时候也曾经组织人去打捞过 但是打捞出来的金银很少 由于他们打捞过 这个传说就变得越来越实 百姓都特别相信这件事啊 就总有人隔长不短的都要去捞捞 那么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到了21世纪 到了2005年 这个彭山县啊 这个开建银水工程 施工队在这闽江的老虎滩上 河床上呢就用挖掘机开始就挖铺 铺设管线 钩槽 结果呢 一下子就挖出了这么一共就十个银令 这银令上呢 上面写着重真十六年八月 文银五十两 那么这个年号呢 正好就跟这个张献忠 陈寅的时候年号是吻合的 那么大家都初步鉴定 说这个东西就是明代的观音 那么这就为破解张献忠 在此这个牵传陈寅呢 找到了一个一个证据 这个证据呢 多少就有点考古的含义了 那么这次挖掘出来的银令呢 无论是从银令本身 还是从他的包装呢 他跟历史上非常吻合 所以呢 三百七十年前 关于陈寅之说呢 到了今天就变成了一个事实 但这之后十多年啊 到今年正好十二年了啊 那个离张献忠呢 这个陈寅历最近的这些村庄 不断的有物出水 那么张献忠的这个牵传宝藏啊 这个诱惑太大 这个村民们啊 农民们不管那套 包括盗墓的远来的 就组织起来这种盗宝集团 据说最多的时候 有百十多人同时在江面上摸宝 那你看着 你说他是摸宝还是摸鱼 你并不清楚 反正他是 他心里是在摸宝 表面上要摸鱼 你也不能抓他 那么这个 据说啊 就就是当地的媒体还有报道 就说到了冬天水都特冷了 还有一六十多岁老头 还在那摸呢 因为有些人很执拗 这历史上就有这种人非常执拗 他就坚定的认为 这底下就有东西 坚定的认为自己能捞出来 据说后来这村里的人呢 还有 又这个买了豪车 又租了商铺 说这盗宝者一夜就变得富 就成了街头相议的这种 这个热门的这种谈资 这种事就怕渲染 一渲染 这事就变得非常的大 所以大量的人呢 就会涌入到这 这事就断断续续 就有十年 从2005年到2015年 这十年呢 就形成了大量的人 跑这个陈寅地 就是张献忠陈寅地捞宝 那么后来眉山市的民警 就组织 这事不能肆无忌惮 组织抓捕队 然后就对六个盗绝团伙 同时抓捕 抓获了多少人呢 抓获了31个人 扣押了希望赏公钱币27个 希望赏公这钱币非常有名 喜欢收藏钱币的人都知道 那个儿大 首先个儿大 上面就写着希望赏公 你听这钱跟那个过去 这个政府发的钱不一样 过去政府发的钱 就写上比如说 开元通宝 唐代的钱 你比如康熙通宝 清代的钱 那都是当时的标准货币 希望赏公呢 这有点像政府发你张支票 个儿大 这钱之前 在收藏的这个钱币的 这个群体中 希望赏公算是一枚 非常有特色的钱 存实量不是很大 跟其他的跟宋钱比 跟清朝钱比 明朝钱比 那就差很多 那么这一下就扣押了27个 其中还有银定 银定有多少呢 有39个 那各类钱币啊 那钱币就多了 就能预千枚 那钱币预千枚不算什么 追回的文物里啊 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 能证明张献忠的 就是这个胡纽 永昌大元帅金银 这东西当时卖了多少钱呢 卖了800万 这个人啊 犯罪嫌疑人啊 不大 34岁啊 有着11年的潜水经历 这个人可能酷爱此事 2013年的这个清明节的晚上呢 他就到这个江口镇对面的敏江河畔 他穿着潜水服就下去了 自己都没想到 可能不定下了多少趟了 这趟下去了 一摸 哎 摸着一个什么呢 四称话叫金坨坨 就是一个摸着一斤嘎的 它水下有多深呢 也就是三米深 不是很深 它双手摸摸摸摸摸摸 摸着这么些东西 手上一拿就很重 我们都知道金字的比重是非常大的 拿到手里是不一样的 结果一拿 感觉这东西就很有意思 结果出来一看 自个儿给自个儿吓一跳 这是什么呢 是一金老虎 就是一金老虎 钻在手里很沉 出来就高兴 高兴马上就开始寻价 你知道 过去的这个盗墓者 跟今天的盗墓者 还有点不同 过去的盗墓者 出来以后 不问是什么东西 将本求利 我这些日子就缺三万块 谁给我三万 我就卖了 不管这东西值钱不值钱 现在因为大家都多少 这些年普及了很多文化知识 或者文物知识 大家拿着东西以后呢 第一个反应是想 这东西到底值多少钱 所以他就通过中间人呢 就打听说 这东西值多少钱 先寻价 就是说 宁肯要跑了 不能要少了 先往高楼要 先问 看谁给的高 结果有一人给八十万 一给八十万呢 就可能比他想的还高点 你想的比他高 他反而犹豫 你知道吗 如果他想的是一个 比如他想一个二百万 你给出一八十万 他说你在家里卖给你了 他要想一五十万 你要给他一八十万 他就说 这东西是这么值钱 我暂时先别卖 所以他就在等等 就等着 这个没等几天 在同一位置 他又下去了 他又穿着潜水服 又下去了 结果离这个老虎 没多远的地方 大概也就十来米的地方呢 一摸 又摸着一金属的东西 方块 方的 摸起来沉甸甸的 然后拿着出去一看 惊呆了 这上面写着 永昌大元帅 黄金的 这文物是这样 只要是黄金的 一定不可小觑 你捞出黄金的文物 历史上黄金的 比现在的黄金值钱 你现在手头有点金子 没什么大不了的 古代谁手里有点金子 是一大事 所以这么大一大嘎的 又是方的 一块上面写着 永昌 大元帅 肯定这东西重要吗 一了解 哎呦 兴奋呢 为什么这东西 跟张献忠有关呢 更兴奋的是什么呢 你说这事怎么 他就那么巧 这老虎和这印 是一块的 往上一割 它有四个印 它是当时焊接在上的 在这个水里 不知道什么外力的作用 它分成了两块 往上一割 那可丁可卯的 这四个族印 四个虎族 颜色合范 那肯定是一式的东西 那这个虎扭的印章 就坐实了 这一下就不得了了 虎扭金印 永昌大元帅 八十万的金老虎 配上这金印 一翻身 十倍 八百万 这中间人呢 就把这个 虎扭永昌大元帅的金印 和金册等等 一起打包 以1360万的天价 卖给了西北 某省的一个商人 卖给这个商人 这桩买卖 好像就到此为止了 这个捞的人呢 也不负 自个儿这番苦心 捞了这么多年 终于把这最重要的文物 捞出来了 那么这个姓宋的 卖掉了这个文物的 这个消息呢 就不静而走 马上就传出去了 那公安人员呢 就迅速追踪 把这文物扣押 扣押以后呢 今天经过所有的文物专家 鉴定 这就是张献忠当年最重要的一件文物 上面有字啊 我说过啊 有字的文物都比较重要 因为有字是最直接表达含义的 你比如 鹏山区文管所所长吴天文呢 他就这么看 他说这个金印肯定是张献忠 陈传文物中的核心文物 是吧 对考证陈传的这个 这个重要性啊 最为关键 那么他上面的这个 还有信息呢 这个 这个永昌大元帅 这个方印上还有信息 信息显示什么呢 这个金印什么时候铸造呢 是1643年的农历十一月 当时张献忠并没有称帝 所以他刻的是永昌字样 还自个儿说自个儿是大元帅 再过几年 他就如果他再住这个金印 他一定说他是大西皇帝 这枚金印啊 这个字不是特别好认 他是用九碟传 你知道九碟传在中国观印中呢 是标准的字体 九碟传呢 装饰性极为好 就是很漂亮 他的身份呢就极高 所以呢 一般情况下只有观印啊 而且是够等级的观印 才用九碟传 张献忠当时并没有称帝啊 那根据他当时的 那个想法和他用的这种材质 金印啊 传书等等来看呢 张献忠本人呢 当时就已经有了称帝的想法了 现在有专家认为啊 从江口河道里打捞出水的陈吟呢 最多可以证明呢 这个地方是张献忠 陈吟的地点之一而非 绝非全部 你说这事 看热闹着都不嫌 事儿大 他要说就这一地 那不大家就死了心了 他说还有好多地 你看着在敏江的流域里啊 到处都有可能 那么我们这里就是有点问题啊 就说为什么文物一定要叫国家考古队去打捞呢 因为国家考古队呢 它是一种科学考古 如果这方胡扭的这个 永昌大元帅金印是国家这个考古发现 那它的重要性比现在通过公安人员追踪回来的要重要的多的多 过去我们都认为传说就是传说 传说这辈子也是传说 但今天突然发现传说就是事实 正史啊 他会回避很多问题 正史不光彩的事都会回避 所以过去梁启朝说过 只说二十四史无非是皇帝的家史嘛 就是他自个的丑事他不往上写 那么不利于政府的这个稳定的呢 他也不写在正史中 所以像张献忠的这个陈吟的这种传说啊 就一直三百七十年以来 一直成为传说 但是到今天终于变成了一个事实